下面一个要 这个 马兜林 这个在前面 行期要当中讲青木香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这个马兜林呢 是它的果实 青木香呢 是下面的根 整个这个藤呢 可以做田仙藤使用 那么这个马兜林 这个怎么来的 有的说像这个 它的果实呢 像马的那个铃铛 这个是望闻生意 不对的 不对 不是它的果实 像马带的铃铛 这个马兜林 是古代这个 烽火台上 装燃料的一个兜 一个兜 把很多燃料就 装到这个兜 这里面 这个有外敌侵犯的时候 就把它点燃 那个烽火台上 那装燃料的那个框 叫做马兜林 这个马兜林 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这是它的果实 这个呢 还是圆柱形 有的呢 更加圆一些 类似于圆球状 很多这一类的果实呢 它是从尖端 成熟了裂开 种子出来 便于这个传播 这个植物呢 这个地方呢 果饼在这里 它是果饼 这个地方裂开 上面张开 就像一个兜 像一个兜 这是同类 很多这个果实不同的 很典型的一个 它是在果饼的地方 捏成这个几款 这个就像那个 烽火台上那个 那个装燃料的 所以叫马兜林 这个马兜林呢 也是止咳频繁 和这个曲痰作用 都具有的一个药 那么最强的 也是止咳作用 最强的是止咳作用 其余的作用呢 相对比较吃药 但是马兜林呢 用的时候呢 要结合到它的药性 苦含性比较强的 所以它能够清肺热 所以最实合的是肺热 咳嗽 或者肺热咳嗽痰多 都能使用 所以和前面的药 不一样的 几味药 要考虑到它的药性 也就是它又兼有一个 清肺热的功效 所以热症最适合 不管食热或者虚热 虚热有肺热 也可以配五养阴的药 一样的使用 那么如果说不是热症 在配五的情况下 取它比较好的止咳效果 也是能用的 但是要注意呢 这个凡是马兜林类的药 都含马兜林酸 虽然这个马兜林 含马兜林酸不是很多 但是量稍稍大一点的时候呢 要引起摩心呕吐 摩心呕吐 所以这个也不能过量的使用 所以我们书上呢 也谈到了 那么呢 迷子以后呢 这个不良反应有所减轻 我们能够再拍摩心呗 看一定你能够再拍摩心呗 我们能够再拍摩心呗